這個故事就到這邊而已 因為葉勇志的生命只停留在15歲 我救不了我的小孩 我要救跟他一樣的小孩 民國89年4月24號這天 屏東縣高速國中三年二班正在上音樂課 大家開心地唱著歌 距離下課前5分鐘 一名男孩舉手跟老師說他要上廁所 之後他竟然被人發現倒臥在廁所血泊中 送醫之後仍然不治 他就是葉勇志 晚安歡迎回到醫生檔案我是DK 葉勇志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為什麼一位男孩在廁所倒地身亡 會跟性別平等有關聯呢 今天就是想要來聊一聊葉勇志事件 首先先簡單介紹一下葉勇志 葉勇志被老師與同學認為是比較有女性特質的孩子 他的身線比較細 講話有時候會帶有蓮花紙的手勢 在午休期間他喜歡打毛線 而書包偶爾也會帶本食譜 顯現出他也喜好膨潤 他母親認為葉勇志是一個心思細膩的孩子 在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他老師向葉媽媽反映 葉勇志喜歡做女孩子的事情 請媽媽要帶他去看心理醫生 而心理醫生告訴葉媽媽 你的兒子非常的正常 如果看他這樣不正常的人 他本身就不正常 而這樣的性別特質 因為不符合主流期待 讓他遭受到霸凌 在他上男廁的時候 部分同學甚至會脫下葉勇志的褲子 檢查他是不是女生 而除了性別歧視與騷擾 葉勇志同時也受到了暴力的對待 他曾經寫紙條告訴媽媽說 媽媽救我 有人要打我 葉媽媽向學校反映 卻遭到校方冷漠的對待 並沒有積極處理葉勇志的困境 老師只是給予口頭訓誡 說的類似 這樣不尊重人家的人格 人家也是有自尊心之類的話 而沒有給予正確的性別教育 這當中也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反同團體認為 品格教育可以完全取代性別教育 但他們忽略了一件事 品格不僅是需要善良 還需要知識 尤其是正確的性別知識 這樣的結果造成每次葉勇志要上廁所的時候 他只能在上課中小後使用女廁 然後再晚幾分鐘進教室 或是在上課當中 舉手向老師報告他要去上廁所 藉此避開那些會在南廁欺負他的同學 葉勇志被迫必須長期獨自膽戰心驚如廁的情況下 終於發生了意外 葉勇志的死因究竟為何 最初調查的結果是認為 他有可能患有心臟疾病 導致他在上廁所的時候突然昏厥 但葉媽媽說 葉勇志從來都沒有心臟疾病的問題 2006年9月12日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認定葉勇志是因為自己上廁所以後 急著返回教室 才會踩到濕滑地板 瞬間失去平衡 頭部撞擊地面致死 經過6年漫長的訴訟 高屬國中3名行政主管 因為待遇維修校園廁所環境 導致葉勇志滑倒死亡 判定為業務過失致死罪 所以葉勇志的死亡 在法院的認定下 直接原因就是 廁所的水箱漏損 導致地面潮濕 而葉勇志急著離開廁所的情形下 踩到濕滑地板 因而難成悲劇 也因此有人說 葉勇志的死亡 跟性別議題根本就沒有關聯 單純就是校園公共安全的問題 而這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這些事情 並沒有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因為怕被欺負 而選擇在沒有人的時段上廁所 敢在下課人潮來臨前 匆匆離開而跌倒 死在血泊中了 不是別人就是葉勇志 當時的教育部成立了調查小組 他們的調查報告指出 校園中的性別歧視、暴力 都是造成葉勇志死亡的間接性原因 而葉勇志去世的童年年底 兩性平等教育法更名為 性別平等教育法 社會上也越來越多人認知到 性別從來都不是只有兩種 這個世界當中存在的性別概念 遠遠比我們傳統文化以及宗教所認知的 來得更為複雜與多元 現在我想談談這次公投第十一案 有708萬人同意 不要對國中國小生實施同志教育 好啦那什麼是同志教育 你覺得同志教育真的是這樣嗎? 同志教育從頭到尾都不是鼓勵小孩 變成同性戀的教育 而是尊重不同性景象和性別氣質的人 不要像這位先生一樣 性別只有男跟女 性別不是只有男跟女 而是多元的存在 每個人都有權利平安健康的長大 希望葉永志事件不再發生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葉永志事件 我會在底下說明欄貼上連結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做一個人站在這裡出來說話 孩子們 你們要勇敢天地創造你們這樣的一個人 一定有一定的時間讓你們去爭取人情 要做自己 OK 等下 入口